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我也是 大家知道,我们搞了一个专业测评小程序,万表督发 这个测评工具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一个价值测评 说白了,就是得出性价比 帮助用户在买表,尤其是在几款表对比的时候 瞬间得出直观的结论 但是这个结果最近感觉有点失灵了 因为同一款式仅仅是不同的颜色 市场的接受都不一样了 你可能猜猜我要说什么了 没错,同样款式,现在绿色比蓝色强手 也不知道谁先提出这么一个说法 要想生活过得去,表盘上就得带点绿 我们的小编从市场上不同价位段里 随机选取了几款绿色表盘的万表 我们来这里点评一下各自的特点 个别的表款也会做一下对比 不是为了评出高低 就是为了对大家购买决策有一定的参考 宝珀,五十旬 一般电商卖东西啊 单价比较低的货品卖都比较快 但是最近有一个事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宝珀的五十旬极光绿 在电商平台一发布 结局是秒庆 我手里拿的就是五十旬的极光绿即时码表 这款表的亮点是有内涵的绿色 传奇的款式和优质打磨的机芯 现在潜水表火的不要不要的 缔造了现代潜水表标准的其实是宝珀 确切的说就是五十旬 在五十年代宝珀的西游跟其他几个瑞士同行都喜欢玩水 玩着玩着宝珀就搞出了一款潜水表 用它的潜水能力做名的也就是五十旬 除了防水深度这个指标 五十旬还设定了现代潜水表的其他指标 这是它传奇的一面 而今天这款极光绿并不是为了迎合当下大家生活过得去而热捧的时髦需求 这个极光绿背后有它的传统 宝珀一直致力于海洋保护 在海洋勘测过程中 他们发现海水不总是人们直接中的蓝色 只有对海洋观测到一定的程度 才会发现有的地方的海水是绿色的 尤其是在水下观察 这种渐变的极光绿刚好反映了从水下所看到的颜色 而把这个颜色反映到表盘上又让宝珀费了很大的劲 素有良心破的宝珀 这个品牌在所有的机芯做工都只遵从一个标准 那就是入山古籍的做工 这么说吧 如果宝珀爱比所在的村 哪天化归了日内瓦州的话 那他们顺理成章的都享用日内瓦印记 而且宝珀的自动机芯一律是K金摆脱 只不过出于颜色和设计的考虑 宝珀给属于运动款的50型的K金摆脱 做了黑化处理 很酷 很运动 也很尊贵 难怪瞬间秒庆了 格拉苏蒂原创 这是一款全新的偏心越向红军万表 森林绿 偏心的自动坨 偏心越向 偏心大直立 自产的90-02自动上的机芯 德国特征十足的双额镜微调 连这个十分盘都是偏心的 这么多偏心设计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是觉得我有点偏心了 格拉苏蒂原创这个偏心越向万表 它面设计是非常的德国化的 比如说这朗格的一些表款 也是用着这种偏心的设计 而它有偏心的越向 这个越向是精密越向 而且这个大热力是平的大热力 比它的老乡的大热力水准要高一些 另外虽然朗格跟格拉苏蒂原创 不在一个价位上 朗格的价格更高一些 格拉苏蒂价格更亲民一些 格拉苏蒂通常是钢款比较多 但是这款它是红金的 红金的表壳 加上格拉苏蒂原创特有的这种 有点烟熏绿的吊盘 还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组合的 咱们看看机芯的背面 你看它这个双额镜微调 这是格拉苏蒂原创特有的一种手工打磨的展现 格拉苏蒂原创为了展示双额镜微调的精美手工 特意把摆脱做成了小的偏心摆脱 虽然牺牲一点上连效力 但是可以让你无障碍地欣赏 双额镜微调的手工打磨 凡克亚宝全新的Lady Arbel Babylon Automate腕表 这是一款动偶手表 38毫米白金表壳 香钻表圈 香钻表冠 汇翠多项法郎机 比如说内田法郎 脱胎法郎 金箔绘法郎 还有珍珠被母雕刻 这个腕表在没有戴的时候 它被设定为每小时飞59次 当腕表配戴在手腕上的时候 这个蝴蝶的翅膀的舞动节奏会加快 如果手腕频繁摆动 这个蝴蝶翅膀可在30分钟内 舞动上百次 简直像个活物啊 为了满足玩家的即时反馈 这款表还可以随心把玩 按一下腕表左下侧的按钮 蝴蝶就会连续拍打五次翅膀 真正的动偶 Automat 这表我也就平时代了 这是女表 不过这么漂亮的表 如果谁愿意送我一块的话 我也考虑做她的女朋友 你看表盘下面 前面这几片透明的这个法郎 它不是玻璃片 它就是法郎 这是一种很高超的工艺 叫脱胎法郎 制作的时候有一个底脱 有一个胎 把法郎涂在胎上烧制 等烧制完成以后 再把胎除掉 就形成了一种透明的效果 像玻璃镶嵌一样 亨利牧师的Streamliner 激素者 这款表我们的节目里也介绍过 这是去年推出的 已经售罄了 外形很独特 造型灵感来自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高速火车的流线型造型 Streamliner 这个设计其实对汽车设计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很多人问我 亨利牧师这款表怎么样 我的回答是那是相当出色的 它是一种独特的整体式设计 也有复合打磨 虽然不是贵金属 但是显得很滑贵 机芯也不软 这个机芯行家看了有可能走眼 所以说无论是机芯做工还是外壳打磨 这个都是一流的 我猜一定有人拍大腿了 这个很正常 因为大多数人很容易被品牌的光环给忽悠了 丧失了自己的判断 能够抢贷这款表的一定是真正的行家 它的机芯 我们的测评结果是入山谷级做工 相当高的三星级 因为掌握亨利牧师品牌的梅朗家族 人家来自入山谷 所以它的很多供应商 尤其是机芯供应商是来自入山谷的 打磨这么好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这个极光率呢 大家看是有一种烟熏效果的 在高级外表里 率先把烟熏效果 或者是渐变颜色玩火了的 就是亨利牧师这个品牌 泰格豪雅静浅系列 professional 300 看看哑光的二极泰材质 43毫米 绿色表盘 绿色陶瓷圈 而且在12点这个地方 有一个镶嵌黄色的三角标 分钟刻度上的每个石标 都填充蓝色的 Superluminova荧光材料 在低照色环境下 能显出很大的夜光 二极泰材质特别适合潜水表 它比较nife的石 而且这么大尺寸 它也做得比较轻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二极泰 它相对于五极泰来说 不太适合加工打磨 你看它现在这个外观 只用了喷砂工艺 没有抛光 没有拉丝 这个就是它二极泰的局限线 它这个机芯 应该是散地塔机芯 比以前它用的一塔机芯 稍微的接地气了一点 另外它作为潜水表 它这表扣设计 必须考虑到长度调节 因为有的时候 人们是裸手戴的 有的时候穿戴潜水服外 这个表扣 它这个调节的幅度还是很大的 大概有15毫米左右 足够让你在不同的场景下切换了 让生活过得去的 这个绿色腕表 我们说了不少了 你在你的预算里 会选择哪款呢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留言评论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